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讲十个非常重要的形容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呢 严重拿大 严重拿大呢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形容词 表示呢斯文的意思 非常文静的斯文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意思 斯文文静啊 腼腆老实这样的意思 那么 영희呢 늘 양전하고 삭삭해서 先生님으로부터 기용을 받습니다 那么 영희啊是一个小朋友一个孩子啊 他呢 늘啊 늘常常呢总是呢怎么样呢 양전하고 很斯文 还有呢 삭삭해서 삭삭해서表示呢 非常的和蔼 非常的温柔这样的意思 那么 啊老师呢 怎么样呢 经常受到老师的什么呢 기용을 받습니다 我们说 기용을 받다 是表示呢受到啊 老师觉得很可爱 很爱惜他 那么 好像你经常说 사랑을 받다啊 表示呢 受到爱 或者是什么呢 呃被人疼爱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 기용을 받다呢 是一个形容词 后面加这个 영 员成了一个什么呢 名词啊 기용을 받습니다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意思表示呢 斯文的意思 那么他也可以表示一个秀气啊 秀气清秀的一个意思 我们看第一个 글씨를 양전하게 석다 석다是写啊 那么这个字呢 写得非常的秀气啊 写得非常的工整 这样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 第二句话呢 색종 이를 색종 이를 양전하게 우料다 那么 우料다 剪 那么这个 色彩 颜色这个值呢 剪得非常的 非常的秀气 那么第三句话呢 그림을 양전하게 그리다 그림을 그리다 表示呢 画画 这个画呢 画得非常的秀气 这样的意思 那么也可以指这个 精巧啊 그냥의 파늘지 순시는 참 양전하다 那么他的这个 파늘지 什么意思啊 针线火啊 파늘지 这个 순시 手语 针线火的手语呢 非常的精巧 做工做得非常的好 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呢 那么这三个意思里面呢 最常用的是 第一个意思 表示呢 斯文的意思啊 比如说他这个人 性格很斯文 양전한 아이 非常斯文的孩子 这样说 嗯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单词呢 adamada adamada呢 表示呢 蛋呀啊 蛋呀 亚蛋的意思 那么他表示 亚蛋 什么时候用呢 啊 这个东西呢 很小巧 啊 虽然不是很宏大 不是很华丽 不是很大 还是呢